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吴问方 今天我要继续来跟大家分享我的歌曲 我在9月份的时候发行了我的新专辑《问乱却美好者》 这一次我的专辑里面的第二波主打叫做《不读不回》 这首歌的MV其实也已经上线了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 我觉得我先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写这首歌的心情好了 那时候我在写这首歌是因为 刚开始去电视上 这第一次出现在电视上的时候 是我大学一年级的时候 第一次被网络上的朋友们关注到 那大家对我会有一些好的评论啊 跟坏的评论 那那时候其实都会把这些东西看得太重 可是其实现在回想起来就会觉得 其实我好像没有必要活在别人的言论里面 我可以很开心的做我自己就够了 那我在这首歌里面 我把它用一个很轻松的方式呈现 就是我把它投射在一对暧昧的情人身上 就是我可以喜欢这个男生 可是我不想要因为我们混沌啊 暧昧不明的关系 而让自己变得心情不好 那这首歌不读不回送给大家 走到箱口的分线路 警告牌标试着去处 一个刚刚好 两个不线上 三个乱了目不着 纠结问题的浓木 以为我的真心来说服 不是不在乎 只是想消除 恐惧的下一步 恐惧的下一步 如果我选择了成功 不表示我变得软弱 一个人走 新的生活 日后的彩虹 微笑一抹 我都不会 心神的分配 心事在定飞 搅拌咖啡杯 好让彼此的世界潜湿冷却 我都不会 引导的错觉 好像无所谓 看出了误会 想独自面对 一个人的世界 有些渴求 不一定能得到结果 逃避算不算是一种合理的解释 不温柔不许 不温柔不回 心神的分配 心事在定飞 搅拌咖啡杯 好让彼此的世界潜湿冷却 不温柔不回 引导的错觉 好伤无所谓 可准了无悔 想独自面对一个人的世界 想独自面对一个人的世界 刚才听到这首歌是不读不回 再来我想要特别介绍给大家 我在专辑里面的歌曲 这首歌虽然目前还没有被选到 是主打的一首歌曲 可是我特别的喜欢 因为这首歌叫做敲敲板 因为我觉得每次我在做选择的时候 我都会有很犹豫的状态 譬如说我可能晚上很晚了 但是我又很想要吃甜食 或是很想要吃油炸的东西 但是又怕会胖 然后心里面就会有一个恶魔的五问方 跟天使的五问方在那边打架 那我自己很常就会有这样的状态出现 所以我就写了敲敲板这首歌 那在这首歌曲风里面 我也用了一个比较swing的曲风 让它听起来是有摇摆的感觉 那另外一个更特别的地方就是 这首歌我加入了一个 有一首老歌的元素在里面 我想要让它听起来是很复古的风格 这首歌就叫做 给我一个吻 那为什么会特别加这首歌 因为我觉得不管是 我这首歌swing的曲风 还有这个给我一个吻的 这个拍子的节奏 我觉得都非常的吻 那当我在问给我一个吻 可以不可以的时候 其实也是一个抉择的状态 所以我就把它加入 在这首歌里面 那这首歌同时还有 爵士的曲风 想要特别送给大家这种欢乐的歌 这首歌照着就悄悄反 有一点多了一个 幻想法的你 左边就不平衡 左边试图想要拉扯 撤住了大地震 这个太多 那个太少 到底该怎么思考 拿出的鸡 累积的心眼发走 才不会跌倒 两个极端的你 如果能同理合作 才能享有 漂浮好感受 也许心里才会好过 我看算了吧 这次就像超超般 偏伤偏下偏错偏要 你无法逃遭 听说听没啊 人生都是超超般 做的对的坏的好的 找不到平衡 给我一个吻 可以不可以 吻在我的脸上 留个爱表记 给我一个吻 可以不可以 吻在我的心上 让我想念你 是谁站在高中 真的拥有美好风景圈 牺牲另一半好 念头要荒落地了 坏念头不是不好 只是要懂得思考 保护自己不伤害人 才是最佳的平衡 两个极端的你 如果能逃离合作 才能想要 漂浮好感受 也许心里才会好过 我看算了吧 把这次跳上 瞧瞧吧 偏向偏下 偏左偏右 你无法淘汰 尽手听没啊 人生都是超超般 做的对的坏的好的 我怎么都超不到平衡 给我一个吻 可以不可以 吻在我的脸上 留个爱表记 给我一个吻 可以不可以 吻在我的心上 让我想念你 你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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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我看错了吧 这次跳上超超般 偏上偏下 偏左偏右 你无法淘汰 尽手听没啊 人生都是超超般 做的对的坏的好的 超不到平衡 作的对的坏的好的 我怎么都超不到平衡 我怎么都超不到平衡